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個成本回收法的狀況 前例是整個工程是有利的 然後在當中 市立期是在建造期間發現 整個工程是虧損的 怎麼做 然後先讓我們看一下成本回收 成本回收 它的應該在前例有講 原則上我們的會計處理方式 這些都是採取完工比例法 那當然如果你有發現 這個工程的收入 有些不確定性因素存在的話 那我們才會採取它的成本回收法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225頁 我們看一下它的文字就好了 回過頭來看一下225頁的最上面 最上面那一段225頁 他說 譬如說建造合約的快遞處理方式 通常就完工百分比法 跟成本回收法兩種 好 然後成本回收法呢 就是只有就預期很有可能回收的 已發生的成本範圍之內承認收入 也就是說在工程還沒有完工之前呢 他其實是沒有承認工程毛利的 所以工程完工的時候呢 他才會整個承認他的收利 這是比較特別的方法 好 所以基本上我們剛剛講到 成本回收法就是在我回收的 這個我認為很有可能收回來 所以但是我沒有辦法保 就沒有辦法很明確 或者是說我不敢預期 我整個成本合約的收入都可以收得到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我就用成本回收法 那我投入的成本預期收得回來 就那個部分承認收入 好 那我沒有按到 像我剛剛看到的完工百分比法一樣 去照按依照我的完工程度 去承認我的毛利存在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事例8 事例8 235面跟事例6一樣 只是我們對於整個合約的結果 無法可靠衡量 一個沒有辦法可靠衡量 你的原因 但有一個可能是我收入沒有辦法確定 另外一個是我整個要發生的成本有多少 我也沒有辦法估計得出來的話 那我也可以用成本回收法 好 那看一下就知道X60到X7、X8 預期很有可能收回來的成本 分別是70萬、140萬跟210萬 好 所以整個看起來 我們的金額也是300萬沒錯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因為我沒有辦法 整對你整個合約的結果 意思是說整個合約下來 我到底會不會賺 我不知道會不會賺的原因 但很重要的原因是 我不知道會發生多少成本 因為我會不會賺是收入扣掉成本、費用 那如果我不知道我的費用會發生多少 成本會發生多少 我當然就不知道到最後的結果 我會不會賺 所以我預期 像這個例子 你可以看 預期我還是可以收到300萬的現金 但是我不知道 我整個工程下來有沒有賺錢 還是賺多少 所以我沒辦法預期 所以沒有辦法預期的情況之下 我們剛講成本回收法 就是按照我已經發生的成本 那預期很有可能收得回來 所以我承認那部分的收入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像剛剛那樣子 按照的完工比例去算了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成本回收法的話 好 11年 因為它是比照 它是市立6 市立6 看一下230頁 差6年我投入成本60萬 那我現在預期我可以收回 差6年我預期可以收回70萬 但是我只投入60萬了 我就承認60萬的收入 承認60萬的費用 這樣看懂嗎 這樣看懂嗎 也就是說成本回收法的意思是說 就我已經發生了成本 好 那我預期是可以收得回來的 所以我就根據我發生的成本 來承認收入就好了 好 那第一年我投入的成本60萬 我預期可以收回70萬 好 那我只能承認60萬的收入 好 所以差6年度 我借在線工程 帶現金包包包 就是我的支出一樣 但是最後年底的時候 是借工程費用 帶工程收入 就這樣而已 好 這是成本回收法的例子 好 好 接下來呢 我看一下差7年度 差7年度 我投入了90萬 那差7年度呢 我預期可以收回140萬 好 好 所以呢 意思是說 我差7年 差6年 我估計可以收回70萬 那我差6年剛好承認 結果發現就成本60萬而已 好 到差那個 差7年的時候呢 我估計可以收回的金額是140萬 不是當年度而已 是說累計我可以收回的金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我第一年發生的成本60萬 第二年發生的成本90萬 到差7年 就是差7年 我整個投入成本是150萬 但是我估計我怎麼收回140萬而已 所以我只承認80萬的收入 那我產生10萬塊的損失 這樣看懂嗎 這樣可以嗎 因為第一 差6年我有投入成本60萬 好 那差6年呢 我估計我可以回收的成本是70萬 好 所以60萬還在70萬範圍之內 所以我可以承認60萬的收入 但是我沒有毛利 因為我是工程收入 工程費用適應的是相等的 那再來差7年的時候 我的工程發生的成本是90萬 所以兩個年度 我發生的總成本是150萬 但是到差7年呢 我估計可以回收的成本就140萬而已 所以我只能承認140萬的收入 那差6年我已經承認60萬了 所以差7年我只能承認80萬的收入 那你可以看 你也可以想 我整個工程已經發生的是150萬 但是我預計我可以收回只有140萬 所以我是承認10萬塊的損失出來了 因為我預計沒辦法收到那麼多 好 那再來差7年的時候 差8年的時候 我又發生的成本是66萬 好 那我們看一下兩個年度呢 我全部發生的成本是216萬 那我差8年度呢 我估計我可以收回的是210萬 所以等於說我少收回6萬塊而已 我整個成本是260萬 好 那我現在估計我可以收回的是210萬 至少收回6萬塊 可是差8年年度的時候 我是估計我只能收回140萬 所以我是不是已經承認了損失10萬 但是到差8年度的 我的損失只會發生6萬而已 因為我的收入210萬 我的成本是216萬 所以成本大於收入就大於6萬而已 所以我就要把 差8年就要把4萬塊回收回來 因為我的目前到差8年度 我估計的損失就是只有6萬 好 那最後一年 看一下最後一年 最後一年呢 他們有講 他們有講最後一年的情況 好 那但最後一年也許他當時是太悲觀了 好 認為他沒有辦法全部收回來 那最後一年如果全部收回來的話 那你就可以一樣可以想 可以看啊 我全部的成本最後一年如果是56萬 所以我整個成本是272萬 所以我的合約價格300萬 所以我就28萬就是在最後一年承認 那不但承認28萬 而且我還要把差8年我承認的6萬塊的損失 就把它收回來 這樣看得懂嗎? 因為差8年我們是是總成本是216萬 我估計可以收回來就210萬 所以我差8年其實承認損失有6萬 但是到差9年度整個工程完成的時候 我總成本是272萬 那我的合約價是300萬 所以整個工程我是賺了28萬 那28萬我在差8年還承認 還承認了6萬塊的損失 所以這6萬的損失也把它衝回來 所以我整個承認的是34萬的工程利益 所以不是28萬而已 28萬再加上前面所承認的損失也把它衝回來 所以是承認34萬 好 所以可以看一下 在我們的236頁 好 236頁呢 我們就看它的相關的合約就可以採得出來了 好 我說了 前面你投入的材料那些等等的 我都是借再建工程 好 不管你是成本回收法 還是完工百分比法都一樣 只是最後年底的時候 你承認收入怎麼承認 因為你的收入會影響你的費用的承認 好 所以你可以看呢 差6年度的時候 好 我認列的是不是借工程費用 再工程收入就是60萬 那差7年的時候 我估計會有10萬塊的損失啊 因為我的總成本是150萬 但是我估計只能收回140萬 所以你可以看它是不是 再建工程把10萬塊再貸發 我承認的收入是不是140萬減掉 差6年承認的60萬的收入了 好 那我承認的工程費用是90萬 然後那差8年度的時候 我估計我全部可以收到的現金 收回來的成本是210萬 那我差8年為止 已經發生的成本是216萬 所以我的成本大率收入 大概6萬而已 所以我把多出原來承認10萬塊的 收回4萬 所以差8年度的時候 我借再建工程4萬 就這樣來了 那最後一年 因為整個工程我是獲利的是28萬 所以沒有虧損 沒有損失 所以我就把差8年已經承認的6萬塊的損失 再收回來 所以你可以看差9年的時候 我的再建工程就是34萬 最後再把它借預收工程還貸 再建工程把它充掉 這樣看懂嗎? 這是如果有成本回收法 好 那如果預期工程有損失 看一下市例9 好 一樣我沒有辦法知道結果 所以我是用成本回收法 然後呢 從差6、差7預期 它回收的成本分別是70萬 跟前面一樣 但是在差8年的時候 我估計整個工程完工會有損失20萬 好 前面都一樣 好 所以到前面 從市例9跟市例8 前面 差6年、差7年、差8年 其實可以那個分度也寫一樣 但是整個工程會有損失的是20萬 好 所以我們前面所做的 差6年、差7年一樣之外 我的差8年要把 我們剛剛講是不是 有損失要 立即全部承認 好 所以看一下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10歲 他這邊講說 他的前面的 差6、差7都一樣 但是在差8年度的時候 我要承認的是20萬 不是這邊的4萬塊而已 所以這個分度 我們如果差8年把它改一下 我承認的工程收入 好 因為我的預期一樣是 收入一樣可以承認的是70萬 但是呢 我的工程費用 因為既然是有20萬的損失 我前面已經承認了10萬了 所以我要再承認10萬 所以我呢 我要承認的工程收入呢 是70萬 我的工程費用是60萬 所以我的再建 對不起 謝謝 講反了 就是我的工程收入是70萬 我的工程費用 我們看一下呢 236月 我們差8年度 如果從事例9來看的話 差8年我的工程收入 一樣是承認的是70萬 為什麼是70萬 因為到差8年為止 我預計的收入 這個可以回收的金額是210萬 那我前面呢 已經收回了140萬 所以我還可以承認的是70萬的收入 但是呢 我們剛剛看到說 我的整個工程呢 是損失20萬的 那我前面在差7年的時候 是不是已經承認工程損失10萬了 所以我要補承認10萬進來 所以這邊我應該工程費用 要承認的是80萬 所以我的再建工程 有10萬 這樣子呢 我是不是有20萬的損失進來了 這樣看得懂嗎 好 因為在差7年 我已經有承認10萬了 我估計整個工程會有20萬的損失 所以我就要再補承認那個 這個10萬塊的損失 所以他特別上面講說 我前面已經分別工程的 這個4萬回來 然後再把它充分回一次 充分承認者是14萬 所以我們乾脆就只要什麼 只要把借這個 再建工程的10萬就好了 也就是說 我這個分路就去取代我 236月的那個差8年的分路 事曆久的時候說 我整個工程在差8年度 我一樣是認為 我可以收回的金額是210萬 那我已經發證的成本是216萬 所以我要承認6萬塊的損失沒有錯 好 就想 我要承認6萬塊的損失 但是我前面已經承認了10萬塊的損失 所以我把前面所承認的10萬塊 先收回來 先收回4萬 就是我們的差8年236月寫的 好 那現在事曆久呢 就是說 我差8年一樣 累積發生的成本是216萬 那我到差8年底 我估計可以收回的現金是210萬 那整個工程我估計 是可以發生損失20萬的 所以我當下就承認了20萬的損失 那我當下承認20萬的損失 我前面已經承認了10萬 所以差8年我再補承認10萬就可以了 好 所以你可以不用像課本上 237月說 那我這邊有個借工程 借在建工程14萬 然後我這邊再承認一個工程準師 帶在建工程14萬 不用了 我直接這樣寫就可以了 大家看懂嗎? 那我這樣講的 一借在建工程4萬 一帶在建工程14萬 合起來不是帶那10萬嗎? 所以如果是曆久的話 差8年我承認的分錄就直接寫 這樣就可以 那當然最後的結果我是獲利 28萬的 所以最後差9年度 我就是把再建工程承認48萬的獲利 因為沒有損失20萬 整個工程下我是賺28萬 所以我要把前年所承認的損失20萬 衝銷 然後我要立即承認28萬的利益 所以最後一年 我就承認48萬的工程利益進來 這是勢力9 如果預期工程有損失 跟前面講的一樣 我有損失 可就可以預期的存在 我就要立即全部承認 好,這是勢力9的例子 好,然後呢 這是我們前面看到的 後面有了,他就寫在哪裡? 238頁了 他的分路就寫在238頁 我借工程沒有80萬 再建建工程收入 最後一年我就是 承認48萬的工程毛利益進來 這是在238頁有寫的 這樣看懂嗎? 報表上面怎麼表達? 我們剛剛已經看過了 不管你是成本回收法 還是完工法分析法 其實只是在於你的任意的金額 不同的不同而以致命的科目 致命的表達的方式是完全一樣的 沒有什麼不同 好 然後再來呢 我們到這裡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收入的任意也非常重要 為什麼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很多銀建業 大概都會有用到 這樣的一個快遞處理的需求 成人收入 他的方法有兩個 那什麼情況之下用成本回收法? 什麼情況之下是完工百分之一吧? 就是要搞清楚的 好,到這裡的問題 好,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來看勢力二 好,附入二吧 不是勢力二,對不起 附入二 其他的你就自己 因為其他沒有很困難 我們不是沒有很困難 就是說像辭消 你的分路怎麼寫而已 所以你把它搞清楚 那個分路怎麼寫就好了 那你已經知道 即消不代表我已經完成銷貨收入了 所以當你把你的即消品送出去的時候 你是不能承認收入的 但是因為你的商品已經出去了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存貨 轉為即消品存貨 那意思是說 這個即消品存貨 這個實體不在公司的差戶裡面 這樣而已 好,所以這個影片去理解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附入二 就是客戶的忠誠計劃 好 那這個 那個忠誠計劃呢 其實他說的 這個企業常常提供客戶誘因 來購買他的商品或勞儀 就是說什麼 他會再回流 好 那某個程度他會漸漸再回流 就是對你這個東西有忠誠度 所以他叫做忠誠計劃 所以他會給什麼 給他的什麼獎勵積分 或者是點數 我們知道說其實像飛機的里程數 最常就是最常看到 而且這個里程數的回饋 感覺上是最有感 為什麼 叫你累積了多少里程數 就可以送給你一張 那個單程的 看你里程數有多少 比如說我常常來往美國 所以你的里程數 可能就會累積了很多 然後可能幾萬點 幾十萬點 你就可以換一張 去美國的機票之類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這邊 我想要看這個計劃的 這個換計主義的意思 好 那我們看一下企業自行供應的 也就是說 這種獎勵計劃有分兩個 一個是企業自行供應的 有一個就有點像正品那樣的概念 是委託別人這個幫你去旅行 或者是去執行這個點數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這就是企業自行 提供的獎勵的話 那我們就會把他的 先把我的銷貨裡面 把這個部分先提列為預收收入 就是說我先把點數 我估計他有多長會實現 好 那他沒有實現之前 我叫預收 等他實現的時候 我再把預收轉為收入 就是這邊的意思 所以我們直接看事例吧 好 那湯美公司在X7年度 做了一項後部中程計劃 好 這個計劃是會員購買 特定金額的商品的時候 就會給予他的點數 那這個點數可以幹嘛呢 可以兌換其他的商品 那這些點數是沒有到期日 好 那X7年這個康美百貨呢 他銷售的商品有收入有300萬 一共發出的點數有10萬點 那每一點呢都會 這個公平價值是一塊錢 好 然後呢 管理單位呢 預期這些點數有8萬點會兌現 好 然後呢 那個X7到X9呢 估計一共有多少 有4萬 就是 X7到X9 實際上被兌換的點數分別是4萬點 3萬2千點以及3千點 然後呢 X8到X9估計 就是他預期 就是估計的 這兩年呢 會兌現的7萬5千點 好 那我們剛講到呢 因為他有10萬點 好 那10萬點呢 我們說他的收 那個公平價值是一塊錢 所以300萬裡面 我承認當期的銷獲收入就290萬 所以你可以對照一下255頁 好 255頁裡面呢 就是我產生了300萬的運收或現金 好 300萬 只有290萬可以承認為銷獲收入 另外的10萬 因為是給了點數 那 可等他兌現的時候 我再把它轉為收入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要先預收收入 這樣看得懂嗎 只是他一個觀念的處理方式 好 然後呢 接下來就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我這預收收入怎麼去 每一年去轉銷它呢 好 他說呢 10萬點 但是我估計只有多少 就8萬點會兌現 好 那我的8萬點 好 所以我的預收收入10萬塊 10萬點 10萬點就是10萬塊 那我估計有8萬點會兌現 所以差7年的時候 我要轉列為收入的 預收要轉列為收入的有多少 有4萬點 所以記得你不是4萬點乘上1塊錢 因為當時我預計8萬點 我雖然發出10萬點 10萬點它的價值是10萬塊 但是我預計只有8萬點會兌現 所以8萬點會兌現的話 差7年兌現的4萬點 所以我承認的收入是5萬 因為什麼 10萬裡面的一半在差7年已經兌現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在255頁 我就是借預收 代銷貨收入5萬 這5萬 你不是說4萬點沒1塊錢 不是4萬塊嗎? 不是 因為我當時預計只有8萬點會兌現 8萬點有4萬點被兌現的 所以就1半 好 那差8年呢 就比較不一樣 為什麼? 差8年的時候它說 我估計呢 這個差8年估計有7萬5千點會被兌現 7萬5千點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10萬乘上7萬5千點 好 然後呢 我這兩年 差7到差8 我全部有7萬2千點被兌現的 所以10萬點裡面 那個10萬塊裡面 我是不是除7母乘7二 所以我兌現的是9萬6千 已經兌現的是9萬6千 跟我們前面的累計 那我去檢調 差7年已經承認的5萬 所以差8年我承認的 預算收入轉為 銷貨收入就是4萬6千點 這個觀念跟前面的建造合約是很像 我累計已經兌現了多少百分比 我可以承認的收入有多少 後量之前已經承認的 所以就是差8年度可以承認的 銷貨收入 好 然後呢 最後 最後呢 我是是兌現了3千點 所以就把剩下來的 我稍微兩個年度就已經承認的 那個9萬6千 所以最後就把4千 轉為銷貨收入 就完了 好 那未來你說那未來 未來如果他的剩下 我不是發出10萬點啊 而這10萬點基本上又沒有期限喔 所以差9年他沒有兌現不代表他以後不會再兌現 好 沒關係 以後會再兌現 就不認列為收入 因為綠收到你轉完啊 就轉完了 好 所以你看這邊就講說 我當時就估計這個8萬點會兌現 好 那所以這8萬點 我先把他從綠收轉為收入 之後呢 2萬點萬一啦 真的2萬點還有拉兌現的話 那就是存在兌現 我就不再承認收入了 這是他的快遞處理方式 這樣看懂嗎 好 所以這個處理方式 就跟前年的我們的工程一樣 我要算出累計的金額 然後扣掉以前承認的 剩下來就是我現在可以承認的 這個問題 我們再算一個什麼 第13章的員工的酬勞 可能類似啊 跟員工酬勞很類似的處理方式 到今年我可以承認的 薪資費用有多少 扣掉上個年度的 扣掉上個年度承認的 就是我今年度要承認的薪資費用 這很相似的概念處理方式 好 問什麼 我像我的預計說收入都認念完啊 那如果剛做二輩 對方是拿做分路 不能做任何分路 然後的存貨不是就會不減少 那就是存貨減少而已 就是比較借存貨減少 你就借存貨 然後或者是帶消貨成本 或是帶 對不對 借存貨減少借消貨成本 就當做那一集的消貨成本增加 就估計變動 假設差不多7年就有人對他超過他不一定的人 那你就重新假設 差7年 差7年不太會了 我估計8萬 那就是估計變動啊 假設我差7年 我剛剛講說 假設我到就比照剛剛的講法 我綠收收入都我全附近認念完了 現在突然跑出來的話 那就估計變動不做紀錄了 假設 我們現在你這樣子講的話 因為差7年不太可能 可是差8年好了 可是差8年齁 加起來是7萬6 好 那就是把生態全部都沒有完了 差9年度就沒有了 除非 可是這樣比10萬折離 那種大為數的都會有多少 喔 所以我最多就10萬啊 所以我說如果是7萬6 如果這個一定是7萬6 除非你估計差9年度還會有多少 會產生 假設我全部 好 這樣子好了 我差8年度估計是8萬 我做了這樣 結果呢 差8年度也有4萬點來兌現 那我估計管理單位如果說 欸 這8萬就完了 那就沒有問題 假設我差8年的時候 管理單位認為 欸 差8年兌現完之後 還有2萬點也會再差9年去兌現好了 假設我差8年的時候 假設我差8年的時候 所以10萬點全部會被兌現完 這樣可以嗎 有沒有回應到你剛剛的問題 假設是這樣 好 我估計全部10萬點 都會被兌現 好 到差8年度 因為差8年度 也兌現了什麼 4萬點 所以兩年下我已經兌換了8萬點了 好 8萬點 我今天是8萬塊 但是剛剛不是說 差8年只有估計7萬5千點嗎 所以我不是在 你 差8年已經實際上有 回來7萬6 你怎麼可能估計 差8年的估計 還會是7萬5千點 那是差7年估計差8年 差8年估計差9年 整個 他是說估計 整個會7萬5千點 我估計整個會被兌換7萬5千點 這樣可以嗎 因為差8年估計的 因為差8年估計的 所以差9年估計的 所以說 整個 over all 我不是只要下一年 就是整個 對 整個 那你可以說 那下一年度也可以啊 但是你整個估計 就是整個要加起來啊 你前面已經實現了 加上未來的 那 對不起啊 估計變動 所以底下估計是10萬的 10萬 沒有沒有沒有 你原來全部是10萬 如果按照課程這樣子 假設說我差7年4萬 差8年3萬2千點 差9年的時候 到這個時候 我估計還是7萬5千點 假設是這樣 維持這個特本一樣的 好 結果最後一年呢 我看一下 全部10萬點 全部估計完 全部換了是多少 3萬2千 所以應該是最後 差9年 我換了4萬8千點 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好 對不起 我到差7到差8年的時候 我估計還是有什麼 7萬5千點會回收而已 會兌現而已 所以就回到剛剛一樣啊 我7萬5千 然後呢 我已經兌換了7萬2千 所以我這邊承認了9萬6 所以差8年度 我要承認4萬6 那差9年度 結果全部是2萬8千點 估計變動 不說既往 我兩個年度已經承認了 收入有9萬6了 所以我最後一年 只能承認4千 這樣看懂嗎 如果江英說 那估計 我差8年只能估計差9年 一樣的意思啊 如果是差7年 發生了4萬 差8年估計3萬2 我現在是差8年的時候 估計差9年只會有3千 就我才會說全部是7萬5千啊 一樣的意思啊 如果我說差8年的時候 我估計下一個年度 是會有2萬8 那全部就是10萬啊 估計全部就是10萬會兌現啊 你文字怎麼講 沒有關係啊 所以只要 只要那個 他的實際對方是超過估計的 然後不管怎樣 就是總共熱電池的時候 然後那下都不要 對 這個叫估計變動啊 我當時就估計 律收就10萬而已啊 10萬承認完了就完了啊 估計變動不做既往啊 這樣聽懂嗎 好 那有沒有其他的想法 所以我才說 你要看清楚給你的文字 他如果跟你講是估計變動 那就是不做既往 他如果告訴你說 當時候估計發生了錯誤 有個因素沒有考慮進來 或者是說我有3個反貨公 3個分店什麼 像SOGO 有台北店台中店高雄店 那什麼還有新竹店假設 結果我收集到只有3家店 發出去的那個點數而已 有一家漏掉了 那就是錯誤啦 那錯誤你就要更正 要溯及既往 就我說你看用的文字 你要小心 他如果告訴你是估計 那你從估計這個時間點的資料 就要去重新計算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告訴你說 當說計算的時候 漏掉了某一個 所以產生估計是錯誤的 他告訴你是錯誤了 那你大概就要去更正 要溯及既往去更正 好 這樣清楚嗎 所以用譴詞用字要很注意 好 那再來呢 事例19之後我們來講 我們剛剛講是說 這個百貨公司的點數 你可以兌換百貨公司自己的東西嗎 好 但是如果不是這樣 好 我的點數呢 你是可以去跟什麼 跟別人換 或者跟別人要幫我 去執行這件事情的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第三人供應獎勵 好 那基本上來講 我們就要把他的 收到的收入分攤到 這個對方 就是第三人的身上 所以他這邊講說 255頁 如果企業是代表第三人 收取對價 那企業應該就保留他的 本身的金額來衡量他的收入 也就是說 要分攤給獎勵積分的對價 跟這個對供應商之間的 應付數間的差異 好 然後我們看完 然後這個 我們待會兒會去看他的例子 然後如果是本身收取對價 再分出去的話 好 那我們在旅行的時候 才認列為收入 總而言之 我們看一下事例19好了 他到底在講什麼 他說 花旗信用卡 參與中華航空公司的 運作客戶中程計畫 好 那花旗公司對於這個計畫的會員 每刷卡消費30塊 就給予一個航空里程點數 那會員可以向航空公司來兌換 這個航空的里程 那當然 這個要試定位的狀況 然後 花旗公司支付中華航空公司 里程數每一點是0.05元 好 所以你可以看 他是來刷中華 對不起 刷花旗的卡 好 但是每30塊 他就回歸他一個點數 那這個點數 是由航空公司來幫他旅行的 好 然後 他的點數 他估計 他付給他的是每一點 是0.05元 然後這是X8年間 顧客一共消費的總金額有900萬 所以給了30萬的航空里程 那個里程點數 然後估計每一個航空的里程數的 公允價值是0.07 好 那所以刷卡 花旗銀行如果對刷卡金額收取 1%的消費 手續費 那就是代表 那這個也代表了 幫中華航空公司 收這個里程點數的對價 然後所以看他的必要的分路 也就是說 他刷卡900萬 這900萬不是花旗的 好 因為一定是客戶去 好 去那個 去商店買東西 然後刷了花旗信用卡 然後所以呢 這個900萬不是花旗銀行 花旗銀行可以賺的就是 1%的手續費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所以他收到了900萬的1% 所以他收到了現金 手續費就是9萬塊 但是因為他這個里程數呢 是由航空公司來幫忙去兌現的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他的收入裡面 好 他的手續費的收 就是第一個 他付給航空公司的是 每一點是0.05元嘛 好 所以30萬點 他要大應付給中華航公司的是 30萬點乘上點05 所以他是1萬5千的負債 應付中華航空公司 這樣看懂嗎 好 所以他收到了這個現金 手續費呢 不能全部都認列他的手續費的 不能全部認列他的收入 因為有一部分是要付給航空公司 好 然後再來呢 因為他是不是 那個里程 因為他給了點數 有給點數代理收入 好 因為我們每一點是 航空公司付0.05 但是我收 他的每一點的公允價值 前面告訴你說 每一點的公允價值是0.07 所以點05跟點07之間有點02的 那個點數的收入 那我有30萬點 所以我是不是有6000塊的點數收入 代理收入 那當然這個是不是有 有什麼樣的一個形式 怎麼樣的形式 這是第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說 如果這個給這樣的條件 好 就是鼓勵花旗銀行的客戶來刷 花旗銀行的信用卡 那你刷了之後呢 就是每30塊就給你一個點數 那這個點數有什麼好處呢 你可以把它去折抵 你跟中華航空公司買飛機票的價款 好 所以他可以折抵多少 每一點可以折抵0.05元 所以等於是說 花旗銀行要付給中華航空公司的 是0.05元 所以算出來他一共有30萬點 好 30萬點分 每一點是0.05元 所以他就要付的是1萬5千塊 好 這是市立19 好 那我們看一下呢 市立20另外一種情形 就是說這個時候是 我沒有過手 就是我直接就是你有這個點數 直接是跟中華航空公司去旅行就好了 現在另外有方式是呢 公司先向中華航空公司買了點數進來 買了30個 譬如說他這邊講說 他先中華航空公司 奉買了35萬個航空里程點數 好 那一樣 那每一個點數是負0.05元 所以他已經先買進來了 所以有點像我們的講 流動負在裡面的贈品 記得嗎 我們是不是有的贈品 好 你如果值得多少的點數 你可以換一個贈品 所以我是不是要先把贈品買進來 我是借贈品存貨 帶現金或帶什麼費用之類的 所以我有的贈品存貨 所以這個概念跟那個很相似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買這個像中華航空公司 買35萬個里程點數 每點是0.05元 所以35萬乘上點05 所以你可以看第一個分路 我是不是里程點數存貨17500 這樣看懂嗎 好 所以這是我先付錢出去了 就是產生的這個存貨 好 那接下來我產生這些收入的時候 我直接 好 你可以看一下 因為我估計 這比例的里程點數 兌換率就80% 所以我有30萬點的話 可是就80%會兌現 好 那80%的話就是什麼 24萬點 24萬點會兌現 然後呢 每一點大碩講說 他每一個里程數的公里價值是0.7 所以我承認16800的地元點數收入 看得到嗎 在我們的256頁 好 你可以說呢 我先買 先買了 好 那這個等他兌現的時候 我再把他這個點數收入轉為 地元轉為點數收入 好 所以接下來往下看呢 他有沒有講 好 有了 好 所以我X8年度的時候 根據我承認的手續費裡面 有一部分要地元啊 因為等他來兌現的時候 我才來承認收入 所以第二個分路就是跟前面一樣 只是我收到的現金9萬裡面 扣掉我預計會來兌現的點數的金額 剩下就是我的手續費收入 然後X8年呢 客戶兌現的點數是9萬點 好 那9萬點呢 一樣乘上0.07元 好 所以9萬點 相當於我的點數是6300塊 所以我把地元點數收入轉為 點數收入就6300塊 好 然後呢 好 因為我付了多少 那我的存貨要跟著調整啊 因為我有付出去了 好 所以每點的成本是多少 0.05 所以9萬點乘上0.05 所以我的存貨就減少4500 這樣看懂嗎 好 所以跟前面有種不一樣的是 事曆19是我直接跟行公司簽了約 好 然後呢 我沒跟他買點數 是客戶直接去找中華航公司 買了機票之後 然後他就申請說 他要去頂花期銀行信用卡的點數 好 那中華航公司跟客戶 要求備換的點數來 再來向花期公司來收取費用 就是這個時候他就承認應付 他這邊有個應付 所以到時候他對性的時候 就是借應付帶現金 付給中華航公公司 這是事曆19 那事曆20是他先把這個點數 他先付錢給中華航公公司了 他先付給中華航公公司 所以他有個什麼點數存貨 其實他就很像我們的贈品很相似了 只是贈品的時候 我們沒有承認什麼贈品遞延收入 沒有 那我們這邊是因為 他應該是不是因為他是可以 這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嗎 還是怎麼樣 所以為什麼他不像贈品 可能他也不太像贈品的處理方式 他有點像贈品 但是他的又把他放在 因為他自己的處理方式是 他把他承認為遞延收入 所以他有認定他的收入 那贈品的部分我們又沒有 我們賣這個東西的時候 沒有一部分是我的贈品 應該要這個承認的收入 所以不太一樣是在這個地方 好 那這個是我們的那個 付入二就是顧客忠誠計畫 那因為其實這種交易型態 在很多的商家都有 區分航空公司 信用卡公司 甚至百貨公司 我們今天看到那個百貨公司 也是有這樣的類似的那個促效 你不是叫促效嗎 就是吸引或幼使顧客這個消費 譬如說像什麼中年慶 你一萬塊就可以怎麼換300塊 或500塊的百貨公司的什麼 這個什麼券 商品券 好 那這種商品券 他的時間都很短 好 可能就只有兩個月之類的 好 所以就類似這樣子 那因為他兌換的是公司自己的東西 那他當然他的那個 就比較沒有像我們勢力18 他可能會有時間那麼長 因為我剛剛講的那個商品券 他的時間大概就只有兩個月而已 但是他有點類似的概念 好 這是第16章的 有了什麼問題 好 妳看我嘛 好 妳看我 好 妳看我 好 好